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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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东的市民已经反叛的不少 如果还继续让他们留任 又担心他们和投山 免吃以待作乱的张胜以及南面的刘表联手 造成更深的危害 曹操请循玉替他举药一样的人用来镇守河东 循玉说 杜姬就正是这样的人 得到了曹操的认可 河东郡原来的太守叫做王毅 虽然在河东有一定的政绩和名望 但他不是曹操的人 于是曹操就要把他调开 换上自己信得过的人 杜姬就这样在上任的路上 被重新任命为河东太守 汉朝的郡守权力很大 王毅不愿意离职 得知这个消息 后就预派了士兵数千人封锁 切断了闪金黄河赌口 王毅同时派出魏顾等人 向司力校尾忠由陈情 想以民意逼迫曹操收回成命 但忠由不为所动 王毅就带着印兽 跑到汉县地那儿去了 杜姬到闪金 不能渡过黄河 曹操派遣征讨魏顾的夏侯敦的大军又没有到达 有人劝杜姬不要急于前去 应当等到大兵来了再说 杜姬认为 河东有民三万户 正处于无组织状态 大军逼迫太极 他们必然因惧怕而亲命于魏顾 如果魏顾拼死抵抗 一旦讨伐不能取胜 此临在与叛军呼应 天下的辩论就难以平息了 如果讨伐他们能取胜 这样做的结果 河东郡的百姓必将遭到残害 此前魏顾等人曾经要求前任太守留任 这说明他们还没有公开拒绝朝廷的命令 就必定不会杀害新的太守 所以 当前该做的就是要出其不意 隔驾单车直接前往河东郡 魏顾为人计谋虽读 他没有决断 他料 想不到这种情况出现 必然会伪装接受新太守 杜姬还认为 只要能到郡中居住上一个多月 用计策拖住他们 就会有办法 于是杜姬就暗中绕道过了黄河 就私人关系来说 魏顾和范仙对待杜姬还是有所区别的 范仙斩杀了郡主部 以下的官吏三十余人 想依此来震慑民众和观察杜姬 但杜姬不动声色 举动自如 魏顾认为 杜姬只是一人前来 杀了他只会留下一个杀太守恶名 对敌人没有什么损失 于是就善待杜姬 杜姬对魏顾 范仙说 你们两家是河东的豪门望族 我只能仰仗二位才能成事立业 并希望两人有大事和他共同商量 杜姬还任命魏顾魏独督 带行傅太守和公曹的职责 而范仙则统领郡中 所有的三仙将小丽兵 魏顾 范仙等人见杜姬这么倚重 心中难喜 但是 他们虽然表面上听命于杜姬 却不把他放在心中 魏顾想要大举蒸发士族 杜姬很害怕他 这样做 就装着劝告雷顾说 凡是要做非常大事的人 不可动摇众人的心 现今若大举蒸发军兵民众必定惊扰 我看不如慢慢的拿钱才来招募新兵 魏顾认为他说得很对 就听同了他 便决定用钱来招募调发新兵 搞了数十天这事才定下来 朱江贪求钱财 往往名义上应募的很多 而实际 遣送上来的兵人却很少 杜姬又去劝与魏顾等人说 顾家是人之常情 朱江愿力这些人 可以分别遣散他们回家休息 谨姬有事实在召集他们也不难 魏顾等人怕不听 他的会违背大众的心意 又听同了他的建议 于是 原先魏顾军中有心 向山的人都去了郡外 暗中成了斗姬的外源 而那些原先就一心为恶的人也分散 各自回到了自己家中 魏顾的兵重 就这样 被斗姬拆散了 等到高干反叛来攻 四周各郡县响应 魏顾想秘密调集兵种 匆忙之间却难以集合起来 杜姬知道各县都会归负自己 因而就闯出郡城 仅仅率领了数十骑兵 到了一个县城巨首 河东的官吏兵民大多数都居成就住杜姬 就这样过了数十日 杜姬就得到了士兵四千余人 魏顾与高干 张胜共同攻击杜姬 也未能攻下 叛军又去截掠各些 也没有获得什么东西 恰逢朝廷派来平叛的大军赶到 高干 张胜兵败 魏顾等人被杀 其余的党羽赦免 让他们恢复各自所值的生业 那时 天下各郡县都残破了 唯有河东最先获得安定 人口 财产损失也都不大 杜姬全面行使了太守的权力 省营减负 鼓励生产 开办教育 河东县很快就富裕起来 寒碎 马超叛乱的时候 隔黄河相邻的关中洪龙 逢一两郡 很多县城来响应他们 河东虽然与叛乱占领区接近 但民众却没有异性 曹操牺牲寒碎 马超的大军倒打铺板 与叛军家为何列为军阵 军中的粮草全都仰仗河东功绩 到平叛获胜 河东郡还有余粮二十余万壶 被曹操下令表彰 特地增加他的俸禄 为中二千代 曹操征伐和忠实 杜姬派遣五千人为大军运粮 这些运粮的人都自动相互劝勉说 人生总有一死 可不能有父我们的父君啊 他们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逃亡 魏国建立以后 杜姬被任命魏尚书 建国出使李顺以后 曹操又下了一道命令说 昔日萧河安定观众 寇寻平定河内 杜青林也有这样的功劳 我曾想授予杜青林建官那言的要旨 可是顾念道河东是我的骨功要君 是国库君时来已充实的地方 那里的治乱兴衰 足以先至天下 故而暂且还要烦劳杜青林留在那里镇守 杜姬于使幼道河东任职太守 直到曹操及了王位 才征召他入京卫上书 这太守易赶就是十六年 曹操当皇帝 杜姬被任命魏首私立校尾之职 后在曹操亲征孙吾时 让杜姬担任了尚书仆业 同管留守诸事 此后 曹操寻幸许昌 杜姬又在洛阳居留守之职 曹操令杜姬兼造御用的楼船 在陶壳侧船时 他亲自登船 不幸遭遇大风沉没淹死 魏文帝曹操为他痛哭流涕 并追赠了太普 杜姬丹车赋任 胆大致广 勤劳用事 亲力亲为 也难怪在太守任上就被曹操称之为自己的萧和 杜姬大多时候都是任职太守 为此还影响到了升迁 看来封建社会也有不少任劳任怨的官 而对于这样的官 当政者和民众的看法往往是一致的 就是不但会得到当政者的赞取 也会得到民众的赞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